哈喽姐妹们好 今天的话呢是几件防晒盛起 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单穿 可以外搭给一些小单品推荐 第一件呢是每年每年都会出的这种天丝衬衫 但是今年的话呢做的是一个开筋的一个设计 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纯纯的外套来穿 比如说我们内搭就是穿了一个这样的连衣裙 之后就可以套在外面做开衫 然后扣起来以后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上衣 像之前的话我好像做的大部分是单独用途的 然后后面的话有个大大的帽子 它看上去就会休闲感更强一些 真的遇到太阳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个帽子还可以拿来遮一下阳 其实还蛮实用的 现在这个夏天真的太难了 又要防晒又要防空调 那像这种天丝衬衫它非常非常的凉快 而且很轻薄肤感贼佳 做这种品类这种面料一直都是一个佼佼者 这件的话呢就是圣在材质 它可能看上去会更大丰富一些些 然后搭配的全部都是白色系 白色的九分裤 然后白色的东包白色的帽子 蓝白这个配色呢会非常有吓人的气氛感 鞋子呢我用的也是一个同色系的 这套虽然看上去不想简单 很休闲 但是整体感觉很快要大方 简约的感受 还有一个是这个很显白的绿色 绿色的话用的是亚金扣 还有一个吊钟上面也是用亚金的一个设计 这件的话是比较贵气 然后显白的一个颜色 特别突出啊 绿色的话呢用一个黎色系的裤装 带一点格纹的 这个夏天就好像也很凉快 加上这种防晒的料子 总算它不会晒到太阳 它是整个体感是不舒适的 用苹果绿去点缀一下它的包包色 这个颜色呢我用了一个山本皱皱的裙来搭 它们是比较统一的色系 然后像我每次出这种背带裙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说手臂粗啊不敢穿 穿在这种衣服里面去做内搭 它的效果也是蛮好的 因为它朦朦胧胧的 而且不会有上你的这种漏肤的一个肤感 非常舒适那一刮 还是可以用这个包来做一个小小的点缀 如果想要更休心一点戴个帽子也不错 再来是这个我已经穿了两年的鞋子了 这个就有点旧了 我看得出来上面下面都很脏了 它是懒人一脚灯 就是自己套上能不能走 所以我很喜欢穿它 不过呢它是因为是皮质的 所以今天夏天呢 我自己做了一个网面的 这俩是有点不一样的 里面的话它是透气口 所以这一双呢在夏天的时候穿会更舒服 增高的话约摸是4.5还是4公分左右吧 然后材实感 前面的鞋面会包的特别秀气的那种感觉 加了透气孔以后夏天可以穿得更久一些了 好这双是我自己穿了好多好多年的一个懒人拖鞋 巨好穿 然后也很好搭 像我身上身上穿的这一件 这一套的话去搭一个小白鞋也很OK 接下来这一套呢 也是一个夏日高温神器 非常非常的凉快 因为它是棉质的 但是呢因为我很烂嘛 我不喜欢打理衣服 所以呢我选的棉质是那种带机里感的 它的面料上面是有一个一个冲红眼的 所以会更加的透气 特别特别薄手感很妙 近看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它蛮有设计感的 大大的握巾袖 然后一个插尖的一个设计 所以大胸后背的前面穿起来 会非常好看 这套的话就完全不挑人穿了 然后配的是我刚刚也推荐这双鞋子 就很简单 就这样一套出去 夏天的话穿得又很有型格 然后又非常舒服 这是超显白的一个颜色 等一下还会有一个橙色 还有一个颜色是米色 给一些夏天真的很害怕 招小童子的解决准备的 然后这个是橙色 下面的裤子的话 它是一个有西装的裤头的 腰间的话两段松紧 后面不会影响到 整个屁股的背面是非常顺流的 这套裤子真的好有放松感啊 看完那两个颜色 再来看这个颜色就会觉得 好低调啊 但是没办法 如果真的很害怕虫子的姐妹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颜色 而且有的时候 这种淡淡的颜色会更难看 而且会显得一个 很有清冷的气质 这个是米色系 它是那种比较典雅的淡淡的那种感觉 最后这件呢 虽然它是一个无袖 但是我觉得它的颜色 就是它搭配白裤子之后 给人一种非常亲人心脾的那种 凉快感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来第四个 观搭的话 我觉得就是搭一些非常凉快的 那种面料的白裤子 就能够体现它最漂亮的设计感了 这件的话 我那天穿的时候 有人说是那个裤子上面的设计 其实不是哦 它下面的话是一个破线段 然后到下面的话 有一个小扣子 去做这样的一个点缀 它是连在一起的 也不需要你去操作它 自己就能吊在这个地方 可以在你的腰间这个地方 做一个小小的点缀 蛮有意思的一个小设计哦 搭配起来的感觉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很简单的一个背心跟裤子 但是因为中间的一个设计 让它有了很生动的那种 童趣的感觉 这套的话上面通勤穿 也是不错的一个小扣子 还有一个搭配 它是挂一个蓝颗拼搭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套的效果也还很错 今天的穿搭就到这里啦 你们想看什么可以留言给我 拜拜